你散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过这种画面 透过一片深色的树林 看向远处一片透亮的水面 每当看到这种画面的时候 都会无意间给我们一种愉悦的感觉 你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吗 这种愉悦的感觉 如果用视觉语言绘画语言来分析 就是一种希望感 而营造这种希望感的关键 是黑白面积的大小对比 画面里面有大面积的黑 并且在这一大片的黑里面 透露着一小片面积的白 这种大面积的黑对比小面积的白 就能够给人一种压抑中 即将迎来希望的感觉 这种感觉特别像是在一个黑暗的洞穴中 看到前方有一丝丝希望的光明 也像是在阴暗的室内 有一束阳光打进来 这种手法在绘画中是很常被用到的 比如说擅长表现战争 残酷性的科勒惠之 他为了凸显处于战争中的人们 对于这种希望的渴望 他就用到了这一表现手法 大面积的暗色呢 它是可以让大家感受到 战争的黑暗残酷的 而小面积的这种亮色 它又象征着画面里面的人 对微弱的希望 他依然保持着执着 在电影《末代皇帝》里面 小皇帝溥仪刚登基的时候 导演也用了这种类似的手法 用大面积的暗色来烘托照在小溥仪身上的 这种小面积的亮色 在导演的镜头里面 小面积的亮光似乎暗示着溥仪 它是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 最后一点点希望 回到眼前的这个画面 大面积的暗色树林中 透着一条亮色的湖水缝隙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环境里面 做着一对相众的伴侣 我作为这个画面的观看者 在这个氛围中 也能获得一种希望的感觉 我感觉我的内心一些负面的情绪 似乎也被这个画面治愈了几分 然后我又看到了这个场景 它和上一个景虽然离得不远 但氛围却很不一样 这个景透露着一股不那么平静的 然后情绪如暗潮涌动的那种感觉 这种躁动不安的感觉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那我从视觉原因来分析的话 这种躁动感的原因 主要是来自于画面中的 线条特征与肌理特征 我们首先看一下线条特征 这两个人身边的树 都是东倒西歪的 呈现一种倾斜的状态 整个画面里面充斥着这种倾斜的树 也就是斜着的线条 和水平线垂直线带来的平稳 安静不同 倾斜的线会给人一种不安全的感觉 如果你细看这张图 你会发现这个路面 它也是倾斜的 这么一来呢 这种不安感 不稳定感 就被这种东倒西歪的斜线给强化了 再来看一下肌理特征带来的影响 画面中的这种树叶因为风的影响 都在稀稀疏疏的运动起来 你远看就像是不规则的笔触 在画面里面跳动 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不安与躁动的感觉 颇有一种山雨欲来 丰满楼的意境 那么在作画中有什么办法 可以制造出这种不安的视觉感受呢 我们来看一下 艺术家是怎么处理的 比如说像一百多年前的 表现主义先驱 梵高和蒙克 他们会通过跳动的笔触 来表达这种暗流涌动的情绪 尤其是梵高 他们的作品里面充斥着 大量的不规则的笔触 人物啊 景物啊 都呈现这种东倒西歪 扭曲倾斜的状态 因此你看他们的话 会给你一种情绪紧张 或焦虑 或烦躁 或者不确定的感觉 我们可以看出这两位艺术家 并不想仅仅去满足于 以莫奈为代表的那种印象派的 简单的去模仿现实的这种画法 他们是想通过夸张的形状与笔触 来表达人的内在情绪 所以叫表现主义 那回到眼前的这个画面 我们再结合上一个景对比来看 你会发现更有趣的地方 在画面的构成上 上一个景中的情侣 处于一个地平线相对平稳的环境 而眼前的这对情侣呢 它处于一个地平线倾斜的环境 当然了这个地平线的倾斜主要是 它前面有一个倾斜的山坡造成的 当然也跟我拍摄角度有一定的关系 然后更有趣的是什么呢 相比于上一对情侣的这种紧密相拥的这种姿态 而眼前的这对情侣呢 他们一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坐在椅子的两端 关于这段图呢 我们如果这样来对比着来看的话 我相信你更能够理解我上面说的那种情绪的暗流涌动的感觉 那作为旁观者 看到这些也会让我产生联想 他们俩在真实的世界里 是不是也正面临着某种躁动不安 情感不稳定的状态呢 当然这是我的脑补啊 以上两个景就是我本次散步的趣味发现 如果你觉得像这样子来观察我们身边的事物很有趣 也可以尝试行动起来 或者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察经验与故事 当然如果你想要更专业的来学习 用绘画指引观察生活 记录生活 那欢迎来了解我们贝塔老师的速写入门课 感谢观看